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这是老胡的频道会员的频道点评节目 如果大家在做频道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 希望老胡给你参谋点评的话 欢迎你加入老胡的频道会员 我会花时间帮你进行分析点评 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频道 是心知所向 你听到这个名字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频道呢 好,你看看这个频道的封面 讲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到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这个超级文艺 你不知道它这个频道想干嘛 这是问题所在 我们讲一个这个频道的名称 是它重要的招牌,它的品牌 如果人家听到了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你是干嘛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上的失败 当然我们通常可以讲 你讲这个雅虎谷歌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是一个搜索引听 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绝大部分的商标或者是这种品牌 不会有这样子的运气 你希望简单直达 让大家知道你是干嘛的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频道的名字 人家要拐好几个弯 你得左解释,右解释 才知道我这频道是干嘛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频道名称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频道是干嘛的呢 看一下它这个频道的简介 这个频道在疫情期成立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这是多余的一个介绍的信息 初中是说美国代孕行业 从业人员分享一些赴美代孕 需要了解的信息和分享 好,那么它就是 来自于给大家提供代孕服务 在美国 那么它检释一下这个东西 是来自于哪个地方处处 就像你给小孩取一个名字 来自于诗经 来自于什么东西 好,非常文艺,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 传播或者扩散业务的话 而不是讲 懂你的人听到了会心一笑 知道你这个处处的话 你就要小心 所以呢 我还是认为 这样一个非常商业的 这样一个频道 取这样一个名字 严重的会影响你的商业目标 所以我不认为 这是个频道的好名字 不管你是多么的喜欢这个名字 不管你是觉得它多有意义 父母给自己处心积虑的按笔画 去算车子献身 给他取名字 等等等等 最后这个名字 连老师都叫不出来 这个小孩一辈子 因为名字会受很大的困扰 我一再讲过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频道的视频 这个页面 视频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都 我就跟你往下拖 你就会讲 我看不出来 这个频道的这个封面 也有一致性 有好多好多问题 我只能讲这个频道的 首先封面图 严重的有问题 这么多字 放在这个封面上 有问题 在封面的文字上面出现 居然出现这个错别字 这是更不能 这个容忍的 带云宝宝 那么像这些东西 完全同一个封面 用这个狗 然后变化一点点这个文字 而文字非常非常多 这都是问题 然后整个 这个内容 除了早期这些东西 有本人出镜 在这个 在这个封面里面 这个都不是刻意的 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没有定制封面图 导致自动截图 反而更能够体现 这个频道的主人公 后面 反而越来越差 这个封面 所以封面有很大的问题 好 我们再看内容的这个类别 这是一个代运的频道 你看到 副业赚到100万 副业 投资工具 个人感想 副美代运相关 好 有六个 然后这个 从十年 以十年赚100万美金的挑战 这是一个长期的 这样一个挑战系列 然后呢 还有玩玩具 有一些代运 需要掌握的信息 我不知道 这两个和这两个 有什么差别 代运的主题 所以 从这个 播放列表这个页面来讲 这个频道的内容 相当的杂乱 没有太多的中心 即便是同一主题 为什么分成两个 也是观众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 十年挑战 这个东西 和这个挑战 两个之间的差别 一个是 就是阅读报表 另外一个是 这样一个 就是一些创意 或者是一些赚钱的项目 这可以理解 但是早期 如果不多的情况下 可以放在一起 合并 除非是你将来 这个阅读报表以后 好多了 可以单列一个播放列表 这个倒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讲 现在我就开始分开来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放到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这个视频呢 还应该也放到这个里面去 因为看这个播放系列的人 他想知道你 每个月的最后的进展情况 是什么样子 好 我再说一遍 这个播放列表单列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播放列表的视频 也应该加入到 这个播放列表里头去 这样 整个这样一个赚钱系列 才完整 那么整个从内容系列 这个角度来讲 代孕 从简介这页面来讲 是它的主页 然后视频的量的话 你看 有一半将近是 跟代孕没有关系的 并且还有玩具出现 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调 强调玩具 强调其他的东西 在这里头 也就是说 你做的一个是非常专业的 代孕的这样一个生意 这个专业到 关系到新的生命 而你在这个频道里的 传播的这个消息是 我还玩玩具 我还去在eBay上卖东西 我还卖二手玩具 你想想 谁敢跟你做这个生意 你传递了一个 极其不专业的 这样的信息 我顺带做做代孕 跟我在eBay上卖玩具 可能差不多 也是两个生意 只要赚钱 我就干 你十年业余的东西 来赚钱 你看我业余赚的东西 十块二十块 我都去赚 这个本身这种态度 没问题 像Gary V 那么厉害的人 他周末也是到周末市场里头 去买玩具 在eBay上面倒卖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你要看 你要想象到 来主要的 你的商业的客户 是来美国代孕 我想这个不是一个 小的生意 而你让这些人去存疑 那就会严重影响你这个 个人品牌 如果你想倒卖那些东西 你这个side hustle 就是你是周末想玩这些东西 或者是业余时间 想去做那些生意赚钱 一点问题都没有 放到另外一个频道去 别在这个地方折腾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专业的 一条龙的服务 你找了我 我就给你全部搞定 每一个细节 我都帮你考虑到 应该这样子 策划这个频道 好 你在这个地方放到一起 变成就是代孕 也是我的生意之一 是我十个生意里头的一个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他做的这个视频 你看看 一步到位 代孕的完整流程 我下一期可以把那个 关于具体的选择代孕公司 和代孕母 可以专门做一期吧 整个视频 这个构图完全就没有 人都不在正中间 大小声音也有问题 然后那个 眉头眉尾 我下一期 你上来招呼 什么都没有 我下一期 好 我就先过一下流程吧 好吧 评估他能不能 然后呢 这两个律师是不同的 因为你的 如果 可能这样 该检查检查 把孩子 好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跟观众没有眼神的交流 他在对着这个 手机里头自己说话 自己对自己说话 那么这个 你看到了 一步到位 代孕的完整流程 在这里头 没有任何资料 没有任何插图 你知道吗 看这种节目的人 不管你讲的再详细 他最后希望 拿到一张纸 拿到一个打印的PDF 12345 他会 他会每一个都会仔细研读 因为找代孕妈妈 这是一个了不起人生里头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他要找一个非常靠谱的 你想到他有任何问题 你马上就不仅能回答出来 而且预先知道他的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可能出现的风险 那你就要细致到这种程度 你有问题 我全能答 并且你问题还没问 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给你准备 最后讲完了一下 你要不要一个完整的资料 我有个完整资料的包给你在哪个地方去下载 请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等等等等 这一套系统要跟上 这才是给人家一个影响 这个年轻人做事之严谨 经验之丰富 提供的资料之全面 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全是你企业的品牌 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 现在的话出生日可能最多 比之前会晚大概两个星期 你看看 灯光不对 不看观众 720 这个根本就达不到720 真正的如果娘娘在家里头好了 拍720 它不会是这样的 这个视频的质量 视频质量很差 然后是聊天方式 也会拿到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因为最近孩子出生日比较多 总的来说也就是比 所以做的这个内容不是讲 我精心准备的 我就一次机会给你介绍 然后吸引你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联系方式 它这个地方跟闹嗑一样 跟这个朋友随便聊天一样 没有准备 虽然他可能对这个东西 业务是熟悉的 但是你给人 不是一个生意人 应该有的样子 为什么律师要穿着西装出来 他如果穿着这个 Polo 3出来 会是什么效果 你做这个东西 这个生意是隆不得一点误差的 比律师 你来找一个待遇吗 可能要我来讲的话 比找一个律师 我还要严肃认真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 更大的几率会拿到双胞胎 当然了 当然了我们要 想要双胞胎的原因之外的话 双胞胎还有 如果你要购买 你看跟观众全程无交流 在看到自己的电脑屏幕 在那边讲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 人跟人说话的时候 你如果连眼睛都不看的话 你就是没有在交流的诚意 好 这个是讲他 这个十年赚到 一百万美金 这样一个挑战系列 首先我讲一下这个标题 没有必要这么冗长 因为你这个系列 每一次这个标题 左边全是这么长 全是这么长 你看一下 你看标题这样子 标题这么长 标题的最左边是最关键的地方 你全部用这样一个系列名称 占据了这么长的左边的位置 应该把它改成什么 十年一百万 就这么简单 不要把它讲得这么细 十年一百万 这个系列名称 就这样 又强调了这个系列 又非常 这个短小 惊悍 精炼 声音的质量 比较差 这个东西其实买一个比较好的话筒 都可以解决的 这些问题 视频质量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差 加一盏灯 然后呢 用拍成基本的1080 就是稍微手机都能达到 这样一个解析度 所有这些细节都是将这个人做事的认真 如果你是自己个人成长的 我根本就不会挑你这些毛病 因为你做的是代孕的生意 这些东西都是你致命的问题 再看这个 注意看 它这个画中画 你看看 在右上角 这是你完全不会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会 你就不应该出现右上角这个画 你要是会的话 你就怎么样都不应该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被这样一个卡片挡住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也不应该把它做成这么小 不是吗 所以讲 你就根本就没有用心 这个最起码的 像画质 位置 构图 像我讲的这个 你就没有任何的构图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制作视频这一块 没有用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观众 或者是你的潜在的客户了解你的唯一 唯一的地方 就是这些视频 你极大的损害了你应有的个人形象 其实我看了一下 这个频道的表达 是表达 逻辑 全都没有问题 如果它要是把它当做上课 当做一个商业的报告 presentation来做的话 那这个调性完全就不一样 它是完全有这个能力 把它做得非常棒的 不见得要西装隔离 就是调理清楚 然后严谨 这样的一个十分钟的东西 它完全可以通过有准备的 做成PPT 或者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五分钟就把它讲完 非常精烈 不浪费别人的时间 然后非常精准 然后讲完了讲 请你到那个地方去下载 这一期的所有的文件的链接 PPT官方全都只有 这样子才能够服务到家 所以呢 我今天点评这样一个频道 那么其他一些细节的东西 我就没有必要讲了 像这些比如说 这个过分的过度的使用 这个视频的表现 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好像你一个东西 你这个视频 能涵盖所有的关于代孕的 连武汉肺炎 连口罩这些东西都在里头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关键字不要滥用 这些小问题 这个频道 我想指出它的大问题 第一 要把所有非代孕的东西 全部剥离出去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做代孕 代孕这个东西 现在才32个订阅者 对吧 重做 不要说我来 我会把代孕所有这些视频 全部拿下 这个东西会严重影响你 现在这个生意 严重影响你的商业品牌 这些东西都应该全部重做 做成非常专业的 职业的 professional的东西 出来 你这样子才能够 一个视频给你来到 加到十个粉 其中有五个人进入你的私群 然后开始给你咨询 然后咨询一段时间以后 最后转化成你的客户 是这样子操作 才对 所以这个频道 我今天讲的好像是超级 超级严厉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集中的 对一个陌生的频道 这样子评论 人家花钱来 找骂来了 但是我真的是 觉得你这个频道 对你的生意 只是一个减分 不是一个加分 一定要引起注意 全面整顿 重新开始 我从看视频里讲 你绝对有这个能力 做出一个高随身 专业化的这样一个频道 这样子才能够 让你的这个频道 成为你商业引流的 一个利器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今天 对这个频道的点评 希望在做 类似这一类的内容的 这个频道的人 从中能得到一点启发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